当天站在大湾前 今天成为天后 近日位于香港铜锣湾 一个大型商场 经优化后 变成成为大型的潮流商场 为隆重骑士大会 特别邀请香港流行曲 下一站天后的主唱 今天已经贵为天后的阿萨 甜词人间 流行达人黄伟明 以及其他的时尚名人 一同为商场进行拍幕礼 借此机会 快点向各位潮流达人 请教一下搭配心得吧 其实每一年夏天 我都会挑一些 比较颜色丰富的衣服 或者是食品 因为夏天嘛 颜色鲜艳一点 会开心一点 如果你做颜色 你让我选 我会选 所有的颜色都加在身上 因为今年的夏天 好像好多品牌 都做了好多不同的图案 櫻花几样子 就每一櫻花都好多颜色几样子 如果你就怕淡掉的话 就单一的颜色不能满住你的话 像我一样 你就多选不同彩色的一些 pattern就好了 在这个夏天我最喜欢穿的颜色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人 所以我会选择一些颜色 比较鲜艳的颜色 可能是橘色 蓝色 鲜红色 这几个颜色都是我最喜欢的 夏天应不应该穿性感的衣服 我想你穿的有多路 其实跟做慈善一样 就按你的性格 按你的能力来做 就如果你比较有钱 你就捐多一点钱 如果你的体态是比较美好的 你就路多一点 其实也没有一定的规矩 这样子就没有就一定要怎样才算对的 就按你的性格来做就好了 对 私底下出去 我最喜欢的打扮就是牛仔裤 还有T恤 因为比较舒服 如果穿裙子的话 那肯定那一天我是心情特别好 因为穿裙子有时候就很麻烦 就不常穿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就是很会打扮 可能就是花很多时间去配衣服 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好像男生般 就是很快很快我就出门口 但是有时候都会有配戳的时间 就是可能要多一点时间 但是通常我是比较快就出门口 也会因为夏天的关系而穿短裤啊 然后一些比较清爽一点的 可能有一些网啊 或是比较一些透 实地比较薄一点的衣服这样子 你现在收看的是Z fashion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